凡事都有两面 如果只是从一方面去看 很容易会有偏见 形成了对立的局面 今天请来的这位嘉宾 以敢言见称 经常都有一些好激的言论 引起了社会的热烈讨论 不知道他的内心 是否只有一种立场 一种想法 马上请来了立法会议员 兼财务委员会主席 陈建波先生 想来和大家分析一下 现在的时事局面 每一个时期都会有人很努力 去建设他的未来 到了适当的时间 就会满心欢喜去收割他的成果 我们很欢迎陈建波先生 波哥 我这么幸福你不介意 波哥 其实你是一个非常感言的人 很多朋友觉得你很真 但也有些人说 你是哗众取宠 为了吸收眼球 你自己怎么看 我想我也是做回自己 所以我可以跟大家说 我说的话 是我真心相信的 可能有些人不合听 但我想大家要明白 我们做了十几年议会 和大家在外面看到的东西 其实是不同的 我有少少要告诉大家 真相是怎样 我希望大家要多点听 以及用其他事实去比较 但是我说真是假 我只可以跟大家说 我做每一样东西 或者拍的片 其实是做很多事实 就是做很多事实 我现在只是说事实 这个很重要 但一定是我真心的说话 是 教授之前你也说过 参加这个反修罗运动的年轻人 破坏了你的修成期 其实你可不可以和我们简约讲一讲 你所谓的修成期是指什么呢 其实我当时那条片都很久了 当时是我十五分钟 开完一个会出来说 十五分钟的其中一句话 但其实很多时候香港就是这样 没有看你前文后理 其实我当时在说 很多中产 几十年来 辛辛苦苦 有个成果 你知道 简单来说 那些五六十岁的人 城市熬了很多年 他有个成果在这儿 香港稳定太平 他就想安向万年 因为那些人 比如五六十岁 有什么可能重新去建造一个 即是他的成果 也不可能 但竟然有人出来说 要破坏他的成果 要揽炒 破坏他的成果 那你说 这些人自私 还是说 我们这些要保护自己的成果自私 我一举很简单的例子 你就明白了 如果你很努力之后 有一笔成果 然后有人说 我要打碰你的成果 我才有他的生的生活 那你说 我们叫个命 你不应该打碰我 那他竟然说我自私 我觉得他们很荒谬 我重点 从来都不是说年轻人 我们一定不要被人 中了人的计 把我们两代人 有一个斗争 重点在哪里 就是说 年轻人 你自己要努力 创造这个新天地 才有希望 就不是透过去破坏香港 破坏一个人的成果 而后去达到这个结果 那我们都有些责任 但我们起码没有鼓励他们破这件事 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责任在哪里 就不是说我们以前做的错 而是我们这一代人 没有用尽力量去把这些年轻人 抬起来 不要让他们走一条很错的路 你刚才说到修成期 由你说过这句话到现在 你觉得修成期 有哪些地方已经受到破坏 我想主要修成期 我们在说整体的香港 上一代人很努力建立到香港 守法 有礼 互相尊重 互相包容 香港核心价值 是破坏了很多年都不会建立到的 很明显 他们所谓的揽炒 其实我觉得他就是 我不觉得他是一个揽炒 而且所谓的揽炒 其实你知道的就是同龟秦 简单来说 对不对 我又觉得他真的破坏了很多 所以我们这一批人 大家真的关心香港人 真的要很努力去 如何重建香港的揽炒 简单来说 简单来说 不过想说回 你刚才提到 年轻人是被人煽动出来的 其实怎么可以煽动他们出来 简单来说 其实在香港 很多制度 我们都觉得淪陷了 例如大家都经常说 很多人都认为是 包括教育 司法 媒体 这些全部都是 已经在这个地步 这么多年的纵容 假借民主自由名义之下 做了很多坏事出来 这些年轻人 他由中学小学 已经开始教 教了一些创的理念 包括 譬如说 中国 比如说 鸦遍战争 那些历史 全部都不说 搞假说 他以为自己真的是一个 所谓香港人 其实 重点始终都是中国人 对不对 在不同年代的人 核心价值不一样 就是刚才你指出了 也有很多的点 你们 就是你的角度里面 觉得不对 但是 不断有人说 不断有人说也好 但是年轻人没有改变到 就是由那个运动 反修力运动 到现在都有一段日子 依然坚持住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想 其实我觉得 大家就不要 一触高打死一船人 我觉得很多年轻人 依然是为自己的目标 很努力地做的 我们说的那些 一小部分 只是被人洗脑 而他们真的做出行动 你说 是不是很支持香港政府呢 我想很多年轻人 七百十百百分比 都会反对政府 都不出题 是不是 但是你说他们会不会 做一些真是很激烈的 破坏社会呢 我不相信 所以我对我们的下一段 我是有信心的 不过你说话 那么理直气壮呢 会不会是因为你 自己没有政党的关系 或者没有包袱 所以你才会这样 因为我自己的路 你知道我是中学毕业 我是中学毕业 我是义科毕业 当然我年代很多人都义科毕业 但是我今天走到这一步 是我逐步逐步 经过很多挑战 我也是克服很多挑战 你上到这个位 那我就比较相信 是那条路自己走出 就不是上天比利 也不是那些 那些说三道四的传媒 或者专栏作家伺给我 所以他没有资格批评我 问到一个问题 在议会里面 你有没有包袱 我没有什么包袱 我只是想想想 我觉得 你知道我都做了 我现在今天做了四十多件事 我就是觉得 正如我跟你说 我的是超过任何人那种辛苦度 因为我不是短期 而是长期努力 大家都知道 我们赚的钱 绝对不会少 为什么我们还在那里 因为我们觉得 是社会给了一个机会 我们要回归这个社会 所以我宁愿这样受苦 我也在那里坚持 那你觉得 怎样可以针对 情治那些 使用过分暴力的警员 警察真的有责任 但我觉得 无论我们背后 做些什么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你警队 有些什么 对某些真的很过分 有些什么情处 大家看到的 即是你要看到才是假的 你不可以说 我做了什么 但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做